注视着维克多瓦兹约索夫的作品三勇士 我们仿佛看到了俄罗斯大帝强壮和正义的守护者就在眼前 根据画家的说法 他们出现在哪里 哪里就没有敌人 也不会受到欺辱 勇士们不仅保护大家免受外敌侵略 也制止不公正的行为出现 画面左边的是多伯利尼亚尼基基奇 他出生于梁战士的商人家庭 是斯拉维奇大公的卫队成员 画面上的他拥有笔直的目光和优雅的身姿 手持将要出鞘的宝剑正要去折腰决斗 他是抗击黑暗与邪恶力量的战士 他身下的白色战马 正是光明纯洁和勇敢的化身 画面中间是农民的儿子伊利亚·莫洛维茨 三勇士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强壮的一位 他挑起眉头目光敏锐地注视着远处 感受着自那里传来的危险 莫洛维茨的一只手腕上 轻松地挂着一百多公斤重的大棒 另一只手则紧握着钢矛 他身下的黑色战马仿佛是雷云 鼻孔喷火眼藏闪电 阿辽莎是罗斯托夫大教堂牧师的儿子 是三位勇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不是靠力量取胜 而是靠机制以及手中同样灵活的武器 弓和剑 既可以攻击远处的敌人伏兵 还可以与人对射 他身下红褐色的战马啃着草 同时不忘抬眼警惕地打亮着四周 画面上的阿辽莎不仅是位战士 同时也是位鸽者 他的马鞍左侧扣着古老的弦乐器 古斯礼琴 民间的说唱演员 勇士赞歌的传播者们 总是用他来伴奏 骑士们矗立在山岗的高地上 从他们的形象中传达出 从容自信的力量 远处是广袤的森林和无边的原野 风使青草和树木倾向大地 也驱赶着天空中的云朵 但是风暴和时间都撼动不了这些英雄 他们是俄罗斯大地永远的守护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